英国当地时间星期天警告前往瑞典的国民 反伊智兰活动人士焚烧可兰金的举动激怒了穆斯林 可能引发恐怖袭击 路透社报导 英国外交部在最新的旅行建议中表示 瑞典当局已经成功阻止了一些计划中的袭击 并逮捕了涉案的嫌犯 声明称 这个时候应该保持警惕 并补充称恐怖分子很可能试图在瑞典发动袭击 外国人出入的地方都是潜在的目标 瑞典国家安全顾问兰德霍尔姆 在一份承认英国改变旅行建议的声明中重申 自可兰金粉哨事件以来 瑞典面临的威胁有所增加 兰德霍尔姆表示 7月19号瑞典驻伊拉克大使馆 和8月9号瑞典驻黎巴嫩大使馆遭到袭击 以及8月1号瑞典驻土耳其领事馆一名雇员被枪击后 当局做出上述的风险评估 根据言论自由规则 瑞典允许焚烧可拦金 但穆斯林认为焚烧圣书是亵渎的行为 另外美国政府也在旅行建议中 警告瑞典可能发生恐怖袭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